開開心心快快樂 輕輕鬆鬆學數學 齊來沉迷計算當中許多的樂趣 中間的電影 追我呀!追我呀! 嘉嘉,你又拿了我的糖吃 追我呀,追得我才還給你吃 這張糖本來有十粒 現在剩下六粒 再分給你們每人一粒 我的糖就沒有了 嘉嘉,你到底拿了多少粒糖? 不知道,我都吃完了 其實嘉嘉拿了多少粒糖 是可以用一條減數計算出來的 我知道,將十粒糖講完剩下的六粒糖 就知道嘉嘉吃了多少粒果汁糖 那十減六等於多少? 四 因為四加六是十 於是十減六就等於四 嗯,婷婷真聰明 即使用四加六等於十這個加數結果去計減數 那還有其他方法呢? 有,我是這樣計的 要計十減四 我就由十開始倒數四個數 九,八,七,六 那一樣計到答案是六 沒錯,減數可以用加數的結果來做 亦都可以用倒數的方法 嗯,看來大家學減數都學得很好 不如我們去那邊玩吧 好 你們看看,這些水噴得多高 好,好高 好,小朋友過來吧 這個就是七色花園 有很多不同品種的花 大家細心看看 但千萬不要摘些花 好,我們看看 好漂亮,有些花 小文,你為甚麼不一起玩呢? 你在想甚麼呢? 我想平時計減數 不知為甚麼有時計都不對 就好像那次跟媽媽去明具店買完畢那樣 媽媽,老師要我們買完畢做美爐 那要買多少枝? 嗯,我要三枝 大弟又要三枝 妹妹都要三枝 那總共買多少枝呢? 三加三加三 總共要九枝 對了,那你去那邊選一下 看看買哪一隻筆 多謝媽媽 我好喜歡這個盒 讓我問一下老闆 可不可以給我這個盒 老闆,我要買九枝玄筆 你可不可以送這個盒給我 你好喜歡這個盒嗎? 是啊 這盒玄筆一共有十二枝 那如果你只買九枝 我應該拿回去多少枝呢? 哦,這條是減數來的 將全合十二枝筆 減開我要買的九枝筆 就等於老闆要拿回多少枝筆了 十二減九等於多少呢? 十一,十八,七,六,五,四,三,二,是兩枝 不對 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是小枝 十二 都不對 要數這麼多個數 真是很容易錯 小敏啊 當我們要減一個比較大的數的時候 如果用倒數的方法 就會計很久 而且容易計錯 如果用順數的方法 就會容易得多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情形一樣 你可以由九開始順數 十,十一,十二 數了三個就到十二 這樣十二減九就等於三了 對呀,簡單很多 那好吧 我現在帶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好呀 過來呀 你去那邊玩 剛剛慢慢 咦? 對呀 小朋友,過來呀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知不知道 相同的數字 相減會是甚麼結果呢? 是呀 這麼容易呢? 很容易呢 那十三減三 又等於多少呢? 我知道,等於十 又會這麼快呢? 為甚麼呢? 譬如書架上面 原本有十三本故事書 後來被人借了三本 書架上面就剩下十本了 嗯,那十五減五呢? 都是十而已 譬如,家裡原本有十五合錄影帶 後來拿了五合去用 那就剩下十合錄影帶咯 對了 那你們又知不知 為甚麼剛才兩題減數的結果 都是十呢? 因為… 剛才的十三可以分解成十加三 十五可以分解成十加五 於是,就有三減三和五減五 由於相同的數字相減得零 所以,這兩條減數的結果都是十 好了,我想大家都有點餓了,是嗎? 是 那不如我們去那邊吃點東西,好嗎? 好 好 走吧 那些食物很好吃嗎? 很好吃 趁著現在吃東西,有些禮物要送給大家 甚麼來的?是不是毛公仔? 毛型車? 你們想知道嗎? 是呀 這裡有一幅圖 圖上面有五題減數 下面就有五張卡 那份禮物的英文名,就寫在這五張卡上面 Y,A,C,N,D 這個英文字我這麼深,我也不懂怎麼解釋 只要你把五張卡上面的數目字 配合對減數的答案 那就會知道,我送甚麼禮物給你們 好呀,讓我試試 先 第一條數是十六減九 先將十六,想做十加六 現在六五九減九 那就用十減去九先 十減九等於一 將一加六,答案就是七 兩兩 原來答案就是十六 幾個位數字六 再加一 所以第二條數的答案就應該是五加一 即是六 而第三條數的答案就是七加一 即是八 原來是CAN 原來是CAN CAN 不就是館 難道姐姐送個館給我們做禮嗎 我們不如做下去先 第四條數是十七減八 先將十七,想做十加七 一加七,不夠減八 那就用十減去八先 十減八等於二,將二加七 答案就是九 我也看到,現在是減八 答案就等於十七的個位數字七 再加二 那最後一條數的答案就應該是三加二 即是五 是CANDI 沒錯啦,我送的禮物就是糖 不過我預備了很多款不同的糖 你們過來抽,看看抽什麼糖 這些不是媽媽送給我那種果汁糖 這麼巧 平平,到你了 這些牛奶糖我就最喜歡的了 嘉嘉,你最後抽,但你也可以選擇 我剛才預備了十二種糖 剛才他們五個人抽了五種糖 那現在你計算一下 究竟剩下多少種糖可以給你抽 蛤?不又要計減數? 各位同學,不如你們又幫我計算一下吧 好不好? 非常好看 謝謝瓜哥